大家好 今天7月28日 星期三 市經過連跌三天之後 其實今天終於有過技術上的反彈 但相對的跌幅 只是一個後抽 我們計算一下 上星期五的指數 日中曾經見過27,740點 去到昨天最低的指數 24,748點 三天內指數跌了2,992點 大家記得是2,992點 再看看今天的市況 早市高開270點 去到25,356 之後進一步升到25,520 相對昨天來說是升了434點 但沒有法子再推進了 因為只是紀律上一個反彈或者後抽 買盤不夠 或者不足夠 加上零零碎碎的股額又再湧現 結果市曾經一度反覆而再低見 24,844 這分鐘是倒跌238點 幸好沒有跌穿昨天的低位 簡單來說 暫時來說24,748點 這個技術上的調整的低位 是定了在 無論如何 由24,748點 昨天的低位 去到今日的高位 25,520點 其實市由低位上來已經反彈了 是772點 剛才我提到 三天之內是跌了2,992點 即是說市已經反彈了 跌幅的大概 25.8% 說幅度 不算特別多 一般來說 技術上的走勢 反彈三分之一 或者0.338 你也有條數計 現在只是25.8% 即是說 力度仍然是一般 其實 反彈市很大程度上 只是一個技術上的後抽 有些早前 高台沽了貨那些 有少少回補的動作出來 反彈過後 始終要看資金入市的態度而定 上日成交二千多億 昨日成交三千六百多億 兩日加加萬萬 成交六千多億的成交 是重倉地扔下來的 這筆資金會不會是 今天明天馬上買回頭 我看未必會 加上 內地的政策仍然不斷推出 很早前有內房 接著是阿里巴巴 沒多久 內地的教育股 近期是騰訊 還有就是美團 都有政策的規範 所以令到相關股價 暫時來說 即使是由高台下跌 跌了比較多也好 但資金的部署 還是比較保守 加上昨日 市傳 純粹傳聞 就說 美國的基金或者資金 是不可以買一眾的中概股 所以昨日好像洗倉式那樣跌 這只是傳聞 未獲得證實 但在一個如此虛脅的市況當中 有這樣的傳言 有這樣的新聞 一定帶來很大的衝擊 或者一些淡倉 刻意放一些 離淡的消息出來 下一個市場都不頂 說真的 騰訊現在的市盈率 大概是22到23倍 阿里巴巴的市盈率 大概是21倍左右 其實 以這個市盈率估計 是不貴的 不過 便宜是怎樣 市場氣氛不好 看看 技術上來說 一支陰燭 兩支三支陰燭 由27740跌到24748 跌到2992點 由低位上來 現在輕輕反彈 2025.8% 有沒有能力 再進一步反彈 就要視乎買本的態度異定 不過大家要看清楚 整個技術上的走勢 仍然還是偏遠 就算市反彈 也只是急跌後抽 這個意思 移動線方面 進一步轉弱 因為恒指現在的一刻 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 而且10天線 亦正式跌穿 250天線 不是今天跌穿 早日已經跌穿了 即是整個 不斷向下市低位的形態 其實沒有變 至於 24748點 7月份的低位 是有機會的 因為今個月 由28859點起計 已經跌了4111點 7月份 我想已經收夠醜 8月份怎麼走 下回分解 大家 今天是7月28 星期三 是7月份起子 轉倉的高峰期 股市經過了上個星期五 這個星期一跟昨天的下調之後 今天 有一點點的回穩 而且出現一個反彈 那我們算一算 從上個星期五的高位 兩萬七千七百四十點 到昨天的低位 兩萬四千七百四十八點 三天之內 指數已經回到 兩千九百九十二點 這個幅度是相對來說 比較明顯的 當然 技術上也有 一點點的超慢 所以今天稍微 有一點反彈 也很正常 我們再看看那個指數 早點 恆振指數 先高開 兩百七十點 到兩萬五千三百五十六點 曾經一度在 升到兩萬五千五百二十點 等於說 在這一分鐘 指數相對昨天收集來說 是算升了四百三十四點 可是 股市只是一個 紀錄上的反彈而已 並沒有太多的那個 買盤出現 結果 指數又開始反彈 而曾經一度是倒跌 兩百三十八點 最低見過 兩萬四千八百四十八點 當然 是沒有 跌圈昨天的低位 往後指數大部分時間 都是在兩萬五千兩百點 到兩萬五千三百點 賠為 從走勢方面來看 剛才我提到 從上個星期五到昨天 股市是回調 兩千九百九十二點 好了 那從昨天的低位 兩萬四千七百四十八點 到今天暫時反彈的高位 兩萬五千五百二十點 算起來 股市是回升了七百七十二點 相對那個 兩萬九千 兩千九百九十二點的回調 等於說股市已經反彈了跌幅的 大概二十六個百分 說真的 可能還是會 再輕輕地往上走 可是我覺得 幅度不會太多 原因就是這個星期一跟星期二的 估壓是很重的 那變成來說 在過去這兩天 已經是套現的那個 資金 我覺得 暫時它不會回頭再 買進的 可能還是會 少等一下 好了 明天就是這個期止結算日 我想這個股市在這個月當然沒有太大的衝擊 整體來說當然是一個先高後低 問題就是 明天在期止結算的時候 只是會在什麼水平進行一個結算而已 要是說在兩萬五千五到兩萬五千六 我覺得問題也不大 可是 怎麼樣也好 要是 太大幅度的上升 我覺得暫時很難出現的 畢竟陳信 走勢還是偏遠 那個美團點評也是一樣 年代今天看到 邮邦也出現一個反復的大元 這只是都是 主要的 寒生水素成分股 包括會紅 包括阿里巴巴也是 那等於說 頭五支 主要的 南籌 寒生分股 其實在橫子間的比重 已經有39% 要是他們的走勢 還是反復而帶遠的話 股市要往上走 明顯的上升 的確是很困難 尤其是 陳信 阿里巴巴跟美團點評 在政策之下 暫時走勢還是反復而帶遠 當然 像騰信 從那個 500多塊錢下的到 最近的低位 大概420多塊錢 已經回到了 差不多20多個百分 所以 基本上在低位 一定有一定的 一點點的回補的買盤出現的 美團點評也是 上個星期 才漸到 260到270塊錢 這個星期已經漸到 190多塊錢了 所講的 跌的幅度也比較明顯 所以暫時是有一點點回穩 可是這個 技術上的反彈 只是 大幅度下調 之後一個 回穩而已 暫時我看不到有新的 資金做任何的佈局 畢竟 現在在政策虧限之下 我覺得 大家還是保守 一點點比較好 當然 手楼上沒有股份的 一點一點去買 問題不大的 最重要就有 足夠的 抓貨的能力 就好了 要是抓貨比較多的 早前一直沒有做風險管理的話 現在就很辛苦的了 好了 下午分析就說到這裡 這邊